大家好,我是靈心社積層,好高興見到大家 來到五月的最後一集了 開始之前,先買賣自家的廣告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一週一集的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透過Buy Me A Coffee 或者是YouTube的Superfans贊助我 我真正地感謝你 好,現在會由我去帶大家回顧過去一週 向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去片 第一集是E-Ink新聞介紹 PUBO近日在閱讀器市場入面甚為活躍 繼上月發佈了10.3吋的彩機PUBO PRO之後 在5月15日又推出了PUBO SE 7.8吋開放式電子書閱讀器 在台灣電子閱讀器的愛好者當中引起了不少的討論 PUBO SE是PUBO去年推出的PUBO的兄弟機 兩隻眼鏡配置和模具是一樣 分別在於前者採用開放式系統 後者就是封閉式系統 內陷了PUBO的電子書籍 有趣之處在於 如果你購買了封閉式的PUBO的用戶 想轉用這個開放式系統的話 PUBO表示在6月的中場 不會開放登記 以更新的形式提供用戶 將手上的PUBO可以更新成為開放式系統 PUBO SE的背蓋採用了一個磨砂玻璃材 金屬的圓弧邊框是給使用者一個舒適的手感 並且機身輕薄 厚5.9mm大約是270克重 異於攜帶 這個產品的色調是以簡約黑為主 背面是石墨灰 在元件方面 PUBO SE採用了Android 11的開放式系統 除了支援PUBO電子輸成的內容之外 使用者還可以透過Google Play 去安裝其他的閱讀應用程式 以增加閱讀的多樣性 PUBO SE配備冷暖雙色前燈 以適應不同的閱讀環境 此外這個產品還提供多種的刷新模式 可以降低耗電和減少殘影 它配備了2GB RAM和64GB ROM 支援藍牙 可以讓到用戶有一個更加廣泛的使用情景 這一部PUBO SE 7.8吋的閱讀器 已經正式上市了 原價是9,070台幣 預購的套裝價是6,990台幣 套裝會包括原廠皮套 和1,000台幣的PUBO購書禮券 並且提供30日的退貨保證 預購期間是5月15日至6月15日 預計6月中旬會出貨 無請注意的是PUBO這次的預購 只是限期送台灣的 如果台灣以外的讀者有興趣訂購的話 就可能需要尋找代運服務 好,看看過去一年PUBO在閱讀器上的發展 或者PUBO會逐漸成為台灣閱讀器市場的一個主力 看得出PUBO是有心做 以及一步步做,挺有想法的 而PUBO的執行長蔡敬然先生 但亦都親自下場在電視書群組那裏回覆網友和發布新品的資訊 亦都遇人好感 當然也可能是他的下屬代勞 管理他Facebook帳號的活動 但這個舉動是呈現了一種重視的訊號 而這次容許舊PUBO的用戶 稍後登記以更新形式去將手中的機 轉成SE這一部的開放式 都是一個很新機的做法 有趣有趣 第二則同樣是E-ink新聞的介紹 不過就不是E-Reader了 是顯示器的 近期戴上科技推出了全新一代的產品 Paperlite 253U 這個是一款配備了25.3吋 曲面E-ink屏幕的專業顯示器 這個產品有四個版本可以給消費者選擇 包括有線版本、無線版本 有前燈的有線版本 以及可能是最受大眾歡迎喜愛的 有前燈的無線版本 Paperlite 253U最突出的特點就是 它那個25.3吋的retina 曲面E-ink黑白屏幕 4000R的弧度是更加接近人眼自然視覺的感知 更加廣闊的視覺 能夠一次性讀取更加多的資訊 帶來更加的使用體驗 而3200x1800的解像度 亦都可以提供3K等級的細緻畫質 如果選擇配有前燈的型號 燈光是不會直接照射入用戶的眼睛 而是均勻地照勻整個的顯示器 這一款顯示器的背面配置有多種的接口 包括是多個的USB、HDMI、Displayport和USB-C 可以輕鬆連接到MacBook、iMac或者是PC 無線版本就搭載2.4G加5G的雙頻傳輸 帶來一個極低的延遲和一個強大的抗干擾能力 支援Mirror Class和AirPlay傳輸技術 適應更加多的設備 實現穩定高效的無線信號傳輸 另外產品還非常小見地 設有一個3.5mm的耳機插好 可以給用戶聆聽音樂 並且有一個開關可以讓到螢幕在橫向和縱向有一個切換 這個產品還採用了大上科技專利的 Turbo High Speed Refresh技術 帶來了接近LCD屏幕的刷新速度 這個產品還內建了三種的影像模式 Graphic Mode、Text Mode和Video Mode 以滿足用戶對畫質的不同需求 非常適合進行網絡瀏覽、程式編寫、電子書閱讀 以及基本的圖像檢視等等的工作 而這個大螢幕還會支援分屏和多窗口操作 在定額方面PayPalette 253U 右線版本是1798美元 無線版本是1948美元 而配有前燈的右線版本是1898美元 無線版本是2048美元 戴相的顯示器算是已經經過了市場的檢驗了 這麼多年來 大尺寸和足夠細緻的畫質 確實可以在工作上起到作用 適合編程工程師這些專業人士 但是就是不肯定 它的無線連接的穩定度和延遲度是怎樣 你又會不會購買這一款新產品呢 第三則是e-ink新聞 Amazon旗下的電子書有聲書 和漫畫訂閱服務Kindle Unlimited 至2014年推出之後 一直都是以每個月9.99美元的價格 提供無限閱讀 然而最近Amazon宣布 在剛剛過去的5月11日起 Kindle Unlimited的價格 就會調高至每月11.99美元 英國就由原本的7.99磅調高至9.49磅 這個是這個計劃推出以來首次調漲價格 而這個的舉動也都引起了 相當多用戶的不滿和關注 然而Amazon也提供了一個緩衝的措施 在今年7月31日之前 用戶可以通過購買6個月或者12個月的訂閱方案 來鎖定原先的9.99美元的價格 這樣意味著用戶可以在未來幾個月保持著原價格 而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用戶已經設置了是每月自動續訂的功能的話 這樣下一次的扣款就會按新價格去收費 Kindle Unlimited的訂閱服務 提供了超過400萬本書籍有聲書和漫畫 其中包括了很多暢銷的作品和經典的著作 但要注意,仍然是有一些主要的出版社 是沒有參與這個計劃的 他們的作品就不在供應書單之內 經濟就不太景氣 百物騰貴,連閱讀現在都例外不到 全球最多人使用的任讀訂閱服務之一 Kindle Unlimited都加價了現在 加幅是一成幾 我見網上都有不少網民抱怨 不知道我的觀眾有沒有訂閱這個Kindle Unlimited 你接不接受這個調整的幅度 會不會取消訂閱呢 面對著Cobo Plus的大力推廣 有些意外的是 Amazon選擇是加價Kindle Unlimited來應對 真是肉之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了 第四則是介紹有趣的E-ink新品 來自波蘭的Mudita 推出了第二代的E-ink鬧鐘Harmony II 這一款新一代的鬧鐘保持了他們的極簡主義風格 為空間增添活力 是一款數字鬧鐘Harmony II 採用了高品質的材料製成 包括實心的鋁框架 以及內用的植物揚聲氣罩 這個鬧鐘採用了2.84吋的E-ink顯視頻 分別是480x268 270ppi 支持16級灰階 搭載了2700K的色溫前置燈 提供了柔和的照明 以減少在半夜在查看時間的時候 對睡眠周期的干擾 內置了Armed Cordek M7-600MHz的處理器 4G的內部存儲空間 以及12首預載的鬧鐘音樂 Mudita稍後會推出固件更新 讓用戶可以使用自己的音樂或者聲音作為鬧鐘 這款產品配備了2600毫安的電池 續航時間比上一代是增加了20% 避免用戶要頻繁充電 在這個鐘的頂部有幾個觸摸的按鈕 包括後退鍵、調節顯示屏的按鈕 以及訪問設置的菜單按鈕 背面還設有最大輸出功率 是有3.5V的揚聲器 這款鬧鐘的特色是在於它的音效 這間公司是請了加拿大的音樂家Nix Neres 錄製聲音和旋律,運用了多種樂器 此外Harmony II還會提供 由波蘭自然音效藝術家精心打造的 自然聲音的合集 此外Harmony II還內置了冥想計時器 用戶可以選擇冥想的長度和間隔的數量 作為E-Ink鬧鐘領域入面的獨特品牌 Monitor在市場上暫時都算是獨一份 而這個第二代的產品 亦都在5月15日正式開始在Kickstarter平台中籌 而這一款E-Ink鬧鐘超級早了價是120欧落 運運歐洲的費用是10欧落 而歐洲以外只有指定國家能夠付運 運費是15欧落 Monitor表示預計會7月發貨 很坦白說,當未開始眾籌未知道價格之前 我真的有興趣去支持訂購一個 但是當這個鬧鐘的價錢去到120欧落 我就打退堂股 真是超出我所想 不知你又會不會有興趣去訂購一個 這麼有特色的E-Ink鬧鐘呢 好,今集E-Ink Weekly的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賺好我這一段片 才讓有更多人有機會看到我現在這一段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k的新聞相對沒這麼講究時效性 如果你未看上幾集的,有空可以補看 例如上集介紹到是頗具討論熱度 即將開始預售有6顆實體劍6吋的Hybrid Gaze Mini 又或者董啓章以NFT的形式 去發行自己的經典舊作小說天公開物 去虛如真 是近期出版界的盛事 如果你看到這些新奇有趣的 記得順手分享給你的朋友去看 如果你是想參加我的歐客硬筆書法 線上自修課程 只需要成為我Buy Me 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可以取得觀看缺限 如果你想了解最專業的電子閱讀器新聞或者資料 或者你或者你的親友是人在英國 想購買電子閱讀器的話 歡迎來我經營的網店 E-Reader Pro那裏去逛一逛 所有有關的資料 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的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狼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積塵 下期Iain Weekly見 Bye Bye